外界对于龙千玉的争议其实也不少 虽然她在事业上的成就 大家也有目共睹 但人们对于她的生活也很是感兴趣 在她宣传新歌的时候 大家都惊叹于她又瘦了 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认为她是因为早些年的经历 还没有缓过来 女儿在她生日当天去世 儿子之后又出了重大车祸 而她也出面解释了自己 报受的原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新鲜事 我是小星 每天为您分享最先最报最好看的乐的资讯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小星在这里等你哦 61岁的台湾歌坛天后龙千玉 当年是由著名歌手凤飞飞提携进入歌坛 如今龙千玉已经纵横歌坛30余年 相信喜欢闽南语歌曲的朋友 一定听过龙千玉的歌 最近台湾歌坛天后龙千玉透露 其实在40年间 她持续地在买卖房产 因此近账了上千万 真让人意想不到 龙千玉透露 自己最近刚把班驰车卖掉 她的助理在寻找车子的相关证件时 意外翻出了她在这些年买卖房屋的一些资料 原来从20多岁就开始赚钱养家了龙千玉 早就已经开始买卖房产 而且经常换房子 龙千玉表示 她原来都把旧房子租给别人 不过后来觉得租房太麻烦 就索性把房子卖掉 40年来 龙千玉买卖了八九间房子 总共进账上千万 不过龙千玉也透露 她不会买预售的房子 因为自己曾经吃过亏 导致卖出时倒赔了两千多万 龙千玉出专辑出价的时候 虽然宣传受到疫情的影响 商言也取消了二十多场 瞬间没了八百多万台币的酬劳 不过龙千玉原来是房产投资达人 所以应该也不缺钱 龙千玉本名江玉满 原一名江玉琴 有琴歌天后的称号 龙千玉在台语歌坛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 事业曾经一度非常辉煌 龙千玉在22岁的时候出道 至今已经累计发行过 几十张专辑 保持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记录 代表歌曲有 不如甭熟悉 男人情女人心 风中的玫瑰 美丽的错误 蝴蝶梦等等 虽然龙千玉事业一直比较顺利 在演艺道路上十分风光 但他的人生却过得十分不易 可以说是一生坎坷 22岁那年 龙千玉嫁给了台湾知名艺人 曹熙平的三哥曹南平 生下一对子女 三年后两人签字离婚 龙千玉一直没有让外界得知 自己有子女这件事 之前龙千玉的很多朋友 甚至闺蜜都不了解他有儿女 直到29岁的女儿曹春林离世 龙千玉才公开坦诚自己丧女 2012年 龙千玉的大女儿曹春林 在他生日当晚意外离世 曹家大哥曹熙平的妻子方素莲 向媒体爆料 龙千玉不让大家知道自己有女儿 方素莲称龙千玉在1982年9月时 未婚怀孕 和曹南平结婚 还称龙千玉当时 已必须唱歌赚钱 养娘家为理由 不愿意登记结婚 龙千玉把孩子交给婆婆照顾 也不让孩子在外人面前 叫他妈妈 龙千玉的女儿曹春林 在满月后 就是由大伯母方素莲照顾 龙千玉在1986年 生下儿子后 才与曹南平正式登记结婚 不过儿子也是方素莲在照顾 一直到1989年两人离婚 方素莲表示 龙千玉的女儿15岁时 才和小三岁的弟弟 一起回到龙千玉的身边 当时也是因为自己要去上班 没有办法照顾孩子 而他们的生父曹南平 当时已经在国外 另外组织的家庭 也说不方便照顾 方素莲说自己爆料 并不是想毁掉谁 他只希望替曹春林讨个公道 他称自己照顾这一对姐弟的那些年 曹春林很渴望能够 随时随地地大声喊龙千玉妈妈 有一次曹春林告诉同学 龙千玉是我妈 就为同学笑他 想当歌星想疯了 这件事情也让他很难过 方素莲称 在这样环境长大的孩子 谁会没有心理问题 不过龙千玉的经纪人当时 称他真的是很痛很痛 无法形容的伤痛 经纪人更表示 据自己所知 孩子们都叫龙千玉妈妈 相处得很好 小孩也不愿意公开被关注 十多年前 人称鸡龙虎爷的龙千玉父亲 因口腔癌病逝 让他深深地陷入悲伤中 据了解 当年也是因为龙千玉父亲 穿针引线 才让风飞飞带领他进入演艺圈 龙千玉原来的一名叫做江玉琴 之后在父亲的指点下 改为龙千玉 才开始走红 龙千玉爸爸因口腔癌住院 孝顺的龙千玉花了不少钱 为他治病 但最后仍救不了父亲 为此他崩溃大哭 十分不舍 爸爸过世后 他自责为爸爸做的不够多 吃不下又睡不着 瘦了许多 另外 坊间一直有传闻说 龙千玉的女儿是因为感情问题轻生 但是没有获得他的证实 这件事情对于龙千玉来说 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抹去的遗憾 最近龙千玉又在节目中透露 他与女儿情同姐妹 女儿生前 他都叫女儿宝贝 女儿则叫他妈咪 俩人感情非常好 龙千玉在单身行不行中表示 其实自己前几年都没有办法谈关于女儿的事 这几年因为受到很多关心 祝福 慢慢比较可以谈 他说 我跟女儿感情非常好 我们常常抱在一起 当天我们一起吃饭 因为隔天就是我的生日 女儿还计划好 要带我去餐厅吃饭 龙千玉哭着回忆 女儿在期间不断询问 妈妈我要带你去哪里吃饭 并计划着明天的生日 言语中充满着欢乐 令龙千玉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就是和女儿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她接到女儿的死讯时 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没想到龙千玉睡午觉起床 发现女儿不见了 晚间就接到朋友来店 告知女儿在板桥租屋处走了 她当下整个人傻住 怎么会这样 中午不是还好好的 龙千玉哽咽地说 这就是一个事实 虽然我没办法去接受她 因为来得太突然了 龙千玉表示 中午不是还好好的 还在计划改天 要一起去吃大餐 真是让人想不到 龙千玉很长一段时间 都无法接受女儿离世这件事情 因为来得太突然 但当时她想到家中 还有八十几岁的母亲 和儿子等人她照顾 龙千玉想到自己 是家中的支柱 她只能告诉自己 不能倒下 学着接受女儿过世这件事情 她强忍着悲痛 坚强下去 借用宗教信仰 慢慢学会接受 面对 放下 虽然内心非常舍不得 后来她把爱护子女的心声 唱进专辑出嫁里 龙千玉虽不能看着女儿出嫁 但还是能借由第三者的角度 去阐述父母 看着孩子逐渐长大 要迈入婚姻 出嫁阶段的不舍与心疼 起料 2012年的悲痛 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 命运没有停止 对龙千玉开玩笑 在2016年 龙千玉再次接受人生的打击 她儿子曹永利 在澳洲接受滑雪教练训练时 不幸跌落山谷 发生重大车祸 导致重伤 龙千玉也立刻赶过去 帮儿子料理 好在最后儿子抢救成功 平安回到龙千玉身边 没想到儿子看见她第一句话近视 妈妈还好我没有载别人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受伤 妈妈你不要难过 至少我的手脑是好的 慢慢就可以复原 没有一片雪花 会掉到不该掉的地方 所有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席话让龙千玉相当欣慰 而她的儿子至今还在复健 龙千玉失婚近30年 2012年历经丧女之痛 奇料 2016年 儿子在澳洲发生坠骨意外 一路以来相当艰辛 丧女至今9年 龙千玉透露 当时自己大概有近一年 没出去表演 躲在家里 整个人失魂落魄 只剩一个躯壳这样 龙千玉可以说 经历了人生的各种磨难 为此她也流进了眼泪 她曾经多次在节目中 忍不住哭泣 又称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离婚 她说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不够智慧 应该为孩子撑下去 2019年龙千玉承认 与圈外男友拍拖 不过她表示自己不会考虑再婚 龙千玉称就算没有婚姻 自己和男友的感情也能走得平稳 龙千玉魁伟十年的长发再度回归 她身穿一袭白纱 宣传推出新专辑《九月玫瑰》 提到新歌 龙千玉表示 新歌充满着满满的浪漫 而让人惊喜的公主造型 龙千玉则笑说 私下的我超爱蕾丝的 包括衣服与床品等等 好友们都笑说 我的内心深处住着小公主 此次初级能如愿真实的化身公主 真的是美梦成真 为了犬式浪漫淒美的情歌 首次穿上白纱蕾丝 以公主造型示人 毁伪多年的长发 也为新歌而留 龙千玉透露 为了美美地穿下白纱礼服 还刻意地减重四公斤 靠着多运动 少吃的自然减重 她也提到幸好自己 没有吃夜宵的习惯 晚上七点前晚餐 不到两个月时间 即瘦身有长 而这次留回长发 龙千玉表示 也许大家都觉得 我是个勇敢的姐姐 但其实我的内心里 却住着小公主浪漫的个性 平时在家中喜欢泡澡 都会撒些玫瑰花瓣 再点上烛光 享受一个人的浪漫时刻 有时候我更会 急性地开车 带着母亲出门兜风 享受烛光晚餐 而拍新歌《九月玫瑰MV》 为了配合画面的角度美感 龙千玉必须半蹲着 一拍就是三个钟头 让她直呼 拍完脚麻的 贪错在地 浪漫是要付出代价的 看到MV的完成很开心 效果十分好 当时龙千玉表示 会赶在虎年开春出集 龙千玉开心提到 虎年有许多计划 正在酝酿中 等到可以实现时 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虽然龙千玉的儿子目前 在加拿大生活 不过母子的感情非常好 龙千玉现在有家人和男友的支持 看待人生的态度 也越来越乐观 祝福这位经历磨难的 台语歌坛天后 今后生活幸福 龙千玉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 他知道当前情况下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在当初面对女儿的离开的时候 他还能强忍着悲伤 去照顾母亲和儿子 现如今 他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生活还算是比较稳定和幸福的 希望他能够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不要让他的歌迷们失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